花友们大家好,我是凤盖爱花卉 茉莉花,开的花洁白如玉,清香宜人 经常是先闻其味,再剪其花,深属花友的喜爱 想让它根系发达,叶片油绿,花期长,花量大 使用的盆土一定要疏松,透气,不能板结,也不能积水 最好成为酸性 再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也就是在每年的花期,分之多,花量大 就需要每隔一到两天的时间给它换一次盆土 给茉莉花换土最佳的时间,一个是在花期前的春季 另一个就是在花期过后的秋季 今天我主要是想讲一下茉莉花换盆的方法,以及盆土配置的比例 如果是在秋季换盆,温度呢,一定要保持在15度以上 要是你所在的地区平均温度低于15度,那么就不建议现在换盆了 可以先参考一下我讲解的换盆方法,以及盆土的配置比例 或者是把视频收藏一下到了明年的春天 再给它换盆 在给茉莉花换盆以前,最好要先给它修剪一下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换盆以后养分呢,过多的消耗 今天需要换盆的这一颗是地在的茉莉花 现在已经修剪完了,也挖出来了 严格的来说,应该叫上盆,而不应该叫换盆 但是在挖出来以后,它的操作方法 跟换盆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 因为有的话有,不管是刚刚买来的也好 还是自己原来养殖的也好 有很多都是使用这种年性比较大的黄土来种植的 所以说,虽然这一颗是地在的 但是呢,它的根系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不管是在春季也好,还是秋季也好 给它换盆时,最好不要裸干换盆 可以把原来的土球给它去掉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二,保留护心土 没有根系的位置,把土壤可以多去掉一点 只要是不伤到主根和那些比较粗一点的根系,就问题不大 要是有根系裸露在外面,也不需要给它剪掉 在清理这个土球的时候,要有耐心,要小心一点 没有根系的位置可以多挖一点去 有根系的位置需要保留 其他的植物,包括撒角梅在内 如果是用黄泥栽培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操作 哪里的根系少,哪里就可以多挖一点 根系比较密集的位置可以保留下来 看一下这些黄泥土,已经板结,发硬,里面没有一点根系 要是在花盆里面,也是使用这种土壤来种植的话 那么后果就是,根系比较少,叶子发黄,或者是开花也比较少 有的甚至会半死不活,出现浆苗的现象 所以说,使用好的土壤是总的重要 好了,这一棵呢,已经清理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就是保留护心土 别小看保留的这一个小土球 有了它,才能够提高生活率,锁短,缓灭的时间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配置新的土壤 这一包是其他的花卉,替换下来的旧土 里面有珍珠盐,浮叶土,还有泥碳土 但是已经经过了暴晒和杀菌 这一包是没有用过的阴阳土 里面的成分是珍珠盐和泥碳土 再加一点羊分作为底肥 发酵过的羊分可以撞根,养根,多加一点也没问题 为了增加土壤的肥效,可以再放一点有机缓氏肥 再给花卉,特别是木板植物配土的时候 千万不要嫌麻烦 因为只有盆土的透气性好了,肥力足了 后期呢,才会长得比较壮,比较旺 再就是肥料,也需要多样化 现在使用的是长效缓氏肥 把它们放在一起,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准备一个透气性比较好一点的花盆 花盆的底部垫陶粒 这种花盆的四周和底部全部都摘有透气孔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干花盆 在陶粒上面再垫一层离水网阁 可以增加盆土的透气性,也避免突然的流失 在花盆的底部垫一层底土 然后把需要移栽的木里花拿进来试一下高度 不要栽的碳山跟原来的高度齐平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花盆的中间摆正以后,四周填土 再拍打一下花盆的边缘 让盆土和根系充分的结合 为了让它在花盆以后 缓苗更加的快,增加成活率 在花盆以后 第一次浇水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植物活力素 可以起到养根、状根、预防黄叶、紫苗的情况 这里面有8斤水放5毫升就可以了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直接给它浇透就可以了 浇透了以后放在通风好一两处 缓苗2-3天就可以直接晒太阳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 欢迎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